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米哥拆封 在这一期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酷的东西 在我面前呢,这个是一个U拍2 U play 这个呢,我平时拿来搭载手机 拍摄一些非常平滑的影像 对不起,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直接开机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运动 然后工作模式 可以非常平滑的拍摄一些这个 美丽的画面 在我的左手边 这是我长期使用的Vlog机器 比如说拍摄一些生活视频 几乎每天都有的一个机器 它的底下呢,这个也是经常有很多人问 这是什么云台 这个叫八爪鱼,叫Jobby 这个呢,非常的便捷,非常的结实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右手边呢,可以拍摄一些平滑视频 但是呢,它是手机 手机这个画质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跟单店 然后很多网友呢,在我平时的生活视频当中 总是说,有时候 哎呦,我这个镜头晃得晕啊,受不了啊 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平滑一下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 可是后来呢,今天真的有机会 可以让我的单店也进行享受一下这个平滑的操作 但是在此之前呢,是想都不敢想的 因为各种参差不齐的这个稳定器啊 市场真的有很多 但是有的太大,装起来 携带起来真的太费劲了 但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使用 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实用的一个东西 在我面前的,由智云科技推出的一款叫云鹤crane 它是一台呢,可以支持这个Mirrorless Camera的云台设备 而且真的非常像那种手持的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快速拆封 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怎么使用 使用效果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盒子正面呢,告诉你是智云科技 这是智云的标志 右边呢,就是这个云台的大概的样子 搭载的是索尼的相机 这个我非常的熟悉 因为这个相机就在这里拍摄 有点像A7系列的啊 然后这边呢,有四个特征 它叫云鹤crane 或者叫crane 然后它是非常结实的一个轴啊 非常结实的一个设计 有这个摇杆 支持大多数的Mirrorless相机 它是不需要这个改植啊,螺丝刀啊 不需要直接用手就可以了 然后看看盒子背面 直接告诉你这个它的一些特性 和它的包装清单 在这边呢,可以看到三个360度 也就是说它是没有角度限制的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它这个 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旋转的时候 280度,卡住不能动了 所以这个是365度,无死角 然后支持相机有索尼A7 还有松下的LUMIX系列 还有加能的M系列 还是Nikon G系列 当然了,它支持相机的重量范围 在350克到1200克 感觉支持很多 然后这边呢,也不要在雨中使用 也不要清拿清放 这也是一件容易损坏的东西 当然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都是要保护好我们的产品 好,直接打开之后 这盒子里面应该还要再套一个 没错 一般呢 像这种摄像器材啊 都是一套一套的 一套一套加上一个盒子 一个箱子 让你便于携带 在这里呢 就是云合的箱子 OK我要不要正反面 我们直接把它拆开 OK 应该这个是正面 直接把它打开之后 这就是包装内的内容 在这里呢 首先是一份说明书 还有保修卡 保修卡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种异坏的产品 没保修卡 开玩笑 当然保修卡非常的好 不需要看了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书 是纯英文版的 因为这一款呢 是北美市场发布的 我们在国内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里面有一些 讲解了一些包装清单 还有操作的模式 如何这个初始化 还有这个软件的下载 使用连接 功能 硬件 升级 遥控器 这边一个无线遥控器 没错在我这边 这边确实呢 有单独可以额外购买一个 致云出品的无线遥控器 然后如何升级固件 还有一些 注意事项 这边呢 直接告诉了你的 它这一些 这个技术参数 还有一些这个 勾成 如何安装 比如说安装的话是 OK这个样子 大概我就火速浏览一下 它好像是有三个功能 OK如何调整 因为 所有的这种云台呢 高级一点的 搭大相机的 基本上 需要手条 永远是需要手条的 至少现在的技术来说呢 确实是 这边还有一张 有六个扫码的这个 火广告啊 大家可以 暂停 然后看一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台 好大的感觉 哇 包装还是不错的 OK 这个是 云台加一个小控制器 这边是开关 还有这个 一个推拉的 这个有可能是 控制这个焦距啊 变焦的这个 这边有可能是 控制这个 连接电脑啊 或者什么 升级固件的一个装置 因为它的芯片呢 一般存在这边 OK 这个先放一遍 要清拿清放 里面呢 还有一个这个 延长杆 这不是延长杆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必须的 OK 我们直接先把它 搭起来看一下 这种两截式呢 也是为了便于鞋带啊 便于它的体积 可以适当地 装在这个箱子里 这边呢 附送了两块电池 额外的两块电池 可以在音乐园看到 这个电池呢 一块电池呢 是3.7V 2000毫安时的 先放在这里 然后这边啊 当然了 有个充电器 这边还有两个 这个螺丝 还有一条数据线 这个据我之前所了解呢 它是一个 可以把 比如说有一些相机 非常大的话 它镜头特别长 这个是一个支撑 镜头的一个 小支撑架 然后呢 底部应该是 搭电池的 在使用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摇杆 对 没问题 然后我现在呢 花一点点时间呢 把我之前这个 Sony A6300 直接搭在上面 看看它的效果 怎么样 OK 我们试一下 OK 在我手中呢 这个电池呢 我已经放进去了 相机呢 我已经搭上了 而且这个相机 还带着麦克风 真的很神奇 而且这所有的步骤 因为是第一次使用 我联系了客服 联系了 这个相关的 查阅了相关的资料 终于历经两个多小时 完成的是 调整好了平衡 升级了固件 连接了手机APP 还尝试了一下 它这个 用云台遥控 这个相机的功能 真的是有一些技术含量 但是呢 现在首先 给大家打开感受一下 我们现在直接 这个还是蛮沉的 直接长按 这个开机键 三秒钟 一释放 这时候呢 它已经开了 大家感受到了没有 可以看到 它已经非常稳了 然后 我左移 我右移 然后它有三种模式 我刚才也试了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就 简单的先切换一个模式 看 这个是锁定 锁定就是说 我不管指哪 它都指着你 怎么转都指着你 怎么转都指着你 你看 转底下的杆 都会指着你 这是一个锁定模式 现在呢 我可以切换到这个自由模式 比如说 我可以往下 可以往上 往左 往右 这是第三种模式 搭好这个云台呢 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是非常的有技术含量的 但是一旦搭好之后 就感觉有点像 拿了一台 魔杖 然后特别有魔法的效果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像 拿到户外 使用一下 我们来对比一下 搭载的这个云台的 和使用我之前的这个 八爪鱼 三角架和云台的 两者的区别 看看这个画面 究竟能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 OK 我已经等不及了 Let's go 好了 终于来到了户外 但是没想到 这个户外呢 今天啊 这个天气 天气不错 就是温度有点低 接下来呢 我会在这里呢 来使用一下 智云Creme 配我的 Sony A7R2 这款产品呢 是使用了这个 智云自家开发的 这个 风潮系统 据说是算法特别的好 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现场试拍一下 Let's go 哎呀 首先要把它搭起来 这边呢 我已经把螺丝呢 放在这里 这样的话 比较容易搭 具体 怎么使用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 实际使用当中啊 感受一下 因为调节起来 还是比较复杂的 在这里呢 我大概已经把它调节的 差不多了 OK 差不多了 让我们开始拍吧 好了 现在呢 它是有三种模式的 在平时还没开机 比如说 按一下这个开关键 按持续四秒钟 然后这时候就启动 启动之后呢 它是一个默认的是 跟随模式 跟随模式呢 就是根据你这个云台的 左转右转 它的这个镜头呢 云台也会跟随转动 然后上下呢 它是没有反应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上下的 推动这个摇杆呢 来调整它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镜头的指向 这是一个跟随模式的 一个默认的功能 如果此时 我们单击一下 这个摇杆 它就进入了一个 这个锁定模式 锁定模式呢 就是不论你怎么移 它始终指向的是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这样转 它也是指定的是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 转都是一个 所以这是一个锁定 锁定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摇杆 左右控制这个镜头的左右横移 上下呢 同样可以控制镜头的上下方向移动 如果此时第三种模式 双击这个摇杆 一二 这时候进入了一个这个 全方位控制的模式 比如说我往下 它也往下 往上 它也往上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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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或者说单店的这个平稳相机的云台啊 然后使用中感觉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是太棒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